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讲解一下,研讨一下,王宗月太极权论中所说的 动极则极硬,动缓则缓硬,虽千变万化,其理则一,这样一句话 什么叫做动极则极硬,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 那么当一个人按住我的重心的时候,那么如果他推过的时候,快速推过来不及反应 那么我整个人就站不住了,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动极则极硬的一个效果 如果对方推的快速,我们变化有快速 如果对方推的快速,我们变化有快速,这是动极则极硬 动缓则缓硬,为什么动的缓还要缓着硬呢? 因为如果我推他的话,那么我推的劲很慢,我推你来 我推的劲很难,但他已经过了 什么意思呢?我还没推他,他已经有反应了 这就是提前了,不要这样 动缓的缓,我缓缓的推他,他缓缓的已经 这时候也无天啊,他整个人也无天啊,重心啊 我们想着往前拉,我们想着往前拉,吃掉我们的往后摔 这样的一些例子,包括我们往左摔它 往左摔它,往这儿摔,实际上往那儿有那个方向摔 只要是往那个方向摔,这样的一些例子 所以呢,这就是给我们解释一下 动极则极硬动缓的缓硬的这样的一句话 那么虽千变万化,其理则一 什么叫千变万化呢?无论是它,它是有各种这种变化来说 总共是分为三个方向 当对方从正面推往而出,第一前后对方推往 对,可以硬化对方 对,这是前后,对方一推往,或是一后就已经 通正硬化,这是前后 那么还无所用,对方推往,对,展开,再对,再对 对,展开,再来 对,再来 如果左右手机左右选择,让对方控制不住 还有上下,对,对 对,这是你上下的东西 这样一方多的东西 对 那么是你上下的一个上大 产生那个克服对方力量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它总共是分为这三个方向 所以它这里面蕴含的一些变化 实验是非常多的 因此呢,全理理上,全普通上说 虽千变万化,其理则一 这个一是什么 一就是你的身体运动 上下前后左右三个方向 这些动作呢,都运含在我们平时 练拳,画圈的一个作用里 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